南投县后备指挥部日前举行南投市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106年扩大汇报及主任交接布达典礼 副县长感谢谢任主任 曾正言议员的贡献与辛劳 平时县府所没有照顾到的地方 后备指挥部的反应或协助的动作 多让社会更为温馨 另外我们也对我们谢任的主任表达感谢之意 因为曾主任是我们目前的议员 在公务上不但是发挥邮差精神 在后备辅导中心工作也是本着邮差精神 在做一个社会公益的服务 那也让我们现政府减轻非常多的压力 甚至于有些照顾不到的看不到的 由他们来做一个反应或是协助 让我们社会更为温馨 议员曾正言自民国73年 即加入后备军人的行列 民众若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后备永远站在第一线 我过去就在我们民国 73年就开始加纸 已经加纸将近30多年了 后备团队非常有感情 非常热心的团队 平常我们就做到我们的 这个乡亲后要做反编 还是做学业奖学金 还是说如果发生避免的灾害 比方说台风还是土石流 那我们后备的永远站在第一线 后备军人遍布每个乡镇市 议员曾正言担任两届的主任 非常精心尽力 未来若有业务会议需要配合 议员表示仍将全力以赴 我们的后备就遍布每个乡镇的 每一个乡里都有我们的辅导员 有我们的干部 那今天交接我是当了主任 当两届 那今天在交接这是我们的张主任 张武璞 以前是我的这个副主任 那现在由他扶正 那我日后也是一样 秉着后备精神 绝对绝对全力支持来 我们支持我们张主任 日后如果有那个后备的业务 还是会议 我绝对全力付 全力支持我们的后备精神 后备指挥部指挥官 勉励全体清洗干部 秉持感动服务的精神 以后备军人四大服务工作为目标 平时要关心贫苦民众 如遇天灾 要全力展开联系防救灾工作 发挥清洗优良传统与服务精神 民意新闻林家会南投采访报导 建议